明星快报报 广电总局对于青春有你的打头方式也给予了意见 并且对于青春有你提出了停止节目录制 更改打头方式等一系列操作 而这也不仅仅是青春有你三停止录制的唯一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的练习生 于景天的事情 于景天的父母事件 以及他在国籍这一方面上面的问题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这一个事情在最近仍然在持续发酵中 即使于景天的经纪公司 已经正式宣布于今天 因为身体原因退出 这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了 但是还是没有能平息网友们的怒气 而最近的青春有你三本来定于5月8日 举行成团业推出一个男子团体 而在广电总局要求停止录制之后 青春有你三的成团业被无限期推迟 而最近关于这一档综艺节目成团业的传闻也是非常的多 有传闻称这一个节目的成团业即将在5月25日录制 也有传闻称这一档综艺节目应该不会录制规模 比较大的成团夜晚会了 并且会取消之前的所有打投方式 而在前一段时间已经正式停止的练习生们的终止票数 即将成为最后这一个男团的成团名额 现在终止票数的前几名练习生在最后会组成这一个男团 而在成团业上会采取不公开并且没有观众的形式进行评选 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这个团真的是成了一个寂寞样 而在这样的形式下成团的团体也确实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 首先观众们没有办法全公开透明的看到所有成团业时候的表演 还有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一个成团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无观众不公开就算以现在终止票数为最终成团依据 也是一个挺不公平的行为 所以不知道在最后的成团业上面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以怎样的形式呢 而对于在这种形式之下组成的团体 很多的网友也给予了自己的意见 并且表示青春有你这一档综艺节目获得了这么大的关注 而之前的投票方式不科学也在这一次获得了很多网友的重视 这一个形式之下推出的男团在娱乐圈里面的资源可能不会是特别的好 而今年的青春有你练习生相对来说要比创造营的练习生实力更强 因为青春有你的制作组要比创造营的制作组更加的专业 不知道在这之后这一件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你期待这一个节目推出的这一个男团吗 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